第五章 曾子曰 这肯定也是曾子在晚年的时候讲的一句话 就哪怕这句话不是一个临终的一言 肯定是他一大半年纪了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一句话讲 习者就是从前如有常从事于四亿 我的朋友曾经努力的这样做过 他的朋友是谁呢 肯定就是延回这帮人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就是延回 对吧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现在今天身边的这些年轻人能做到的少了 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不敢说自己做的怎么样 我身边有人能做得到 这就是曾子讲的这个话 所以曾子前面的这几句话呢 其实是对这个人的品格的非常高的一个赞美 那讲什么呢 第一句话叫以能问于不能 以多问于管 就是你明明有才能 这个能指的是有才华 有才能有本事 你却还会向没有本事的人询问 大家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错了 很多人把它理解为这道题我会做 我去问那个不会做的 不是这个意思 你呢 你这是找生什么 对吧 你自己会做 你去问人家不会做的干嘛 就显摆你会做吗 这里面的以能为于不能是说 虽然你是个有能耐的人 那个人是个看上去没本事的人 没你有本事 这是一个总体评价 就是你是个能人 那个人没你能 但是你也依然愿意虚心求教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感觉 是一个不耻下问的感觉 后面以多问于管 就是虽然你的知识多 他的知识少 但是你仍然愿意向他去求教 只要这个东西是你不会他会的 你永远愿意虚心的请他当老师来教自己 这就叫以多问于管 后面有若无实若虚 说虽然自己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能耐 但是要表现得好像自己没有能耐一样 谦虚对吧 谦虚 实若虚 虽然心里边很充实 有很多的学问 但是仿佛 仿佛虚 虚就是空 仿佛你肚子里没什么墨水 好像什么都不懂一样 也就是说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你的这种虚心 第三句叫犯而不叫 什么叫犯 犯的意思就是别人冒犯你 但是你不叫 这个叫就是计较 被人冒犯的也不计较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被人冒犯的时候会计较呢 因为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可了不定 你怎么敢冒犯我 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说你两句 你可能不会觉得被他冒犯 但是如果一个不行的人说你两句 你会觉得被冒犯 比如说你被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指着鼻子骂 你觉得啊 对吧 你怎么能骂我 那你什么水平 我什么水平了 你幼儿园没毕业 你出来骂我 人往往会因为自己的德 而感到骄 而感到骄 骄纵 所以很多时候放不下身段了 所以其实这三句讲的是一个事 这个事叫什么呢 叫做永远保持低姿态 对不对 就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广 有若无实若虚 犯而不教 所有的都是指这个人足够的谦逊 姿态足够的低 一个人只有姿态足够低的时候 足够谦逊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朝上走 才能够真正的进步 所以曾子这句话很明显是在教育自己的弟子 尤其是教育那些容易自满的弟子 学了之后觉得自己了不地的人 曾子说 要学会以能问于不能 以多问于寡 要有若无实若虚 前面两句话是求教别人的 后面两句有若无实若虚 讲的是自己平实的样子 第三个是泛而不教 是别人主动来惹你的 别人主动来冒犯你的 你不要去跟他计较 你不要觉得自己有点学问 就怎么怎么样了 别人就对你不敬了 对吧 我们觉得别人冒犯我们 永远是因为我们觉得别人应该敬重我们 永远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位置比较高了 或者本身比较大了 所以你看这三句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 第一句是主动出击 第二句是静态 第三句是被被动 就是感觉自己被冒犯 一个人一旦有了学问 有了地位 往往不愿意主动去向别人去求教 往往觉得自己了不地了 然后自己在那待着永远是自得 对吧 然后这个自满这样一个状态 最后就是被人冒犯一下 被人讲点什么 被人说点什么 永远觉得心理不平衡 所以这三句话其实都是讲的一个事 就是你要保持谦逊的心态和低姿态 然后讲完这个之后 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好学的上进的人 而从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 这个朋友呢 我们一般认为是言辉 但是这句话重要的要讲的东西 并不是说言辉怎么怎么着 而是曾子对他身边的弟子提出了要求 就是你们这帮年轻人现在没做到 我们年轻的时候 当年我身边有一个人是能够做得到 你们要向他学习 对吧 所以这是曾子给他的弟子们讲的一段话